北京时间11月20日凌晨 2023-2024赛季一甲女牌联赛常规赛第八轮比赛继续展开较量 朱婷代表斯坎迪奇女牌客场三比一击败库内奥 斩获联赛第六胜 四局比分为25-11、25-19、18-25和25-20 朱婷首发登场 贡献15分 斯坎迪奇女牌接应安特罗波娃夺下25分 荣英单场MVP 朱婷状态越来越好 朱婷本赛季继续签约意大利斯坎迪奇女牌俱乐部 由于上赛季没能争取获得联赛冠军 因此朱婷和队友需要努力拼搏去弥补遗憾 如果说朱婷在2022-2023赛季还在恢复身体阶段 新赛季朱婷的技术状态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每场比赛都有很精彩的发挥 朱婷在一甲联赛打球风生水起 对中国女牌也是好事 球迷也都一直期待朱婷能够帮助中国女牌 继续征战巴黎奥运会 说回这次一甲联赛 朱婷代表斯坎迪奇女牌已经出战八轮比赛 其中在和埃格努领衔的米兰女牌的较量中 球队的整体实力处于下风 最终输给了对手 由此看见斯坎迪奇女牌在一甲的对手依然不容小觑 尤其米兰 科内利亚诺这样的顶级强队是斯坎迪奇女牌必须愉悦的高山 尽管斯坎迪奇女牌尝到了败迹 不过在和其他球队的比赛中 斯坎迪奇女牌一直所向披靡 在11月20日凌晨进行的第八轮比赛中 斯坎迪奇女牌和库内奥展开较量 本场比赛 斯坎迪奇女牌的首发阵容 为主攻贺博茨 比利时 朱婷 中国 副攻华盛顿 美国 阿尔贝蒂 坚硬安特罗波瓦 二传 迪尤里奥和自由人帕罗基亚勒 纵观全场比赛 斯坎迪奇女牌的三位攻守 给对手制造了比较大的压力 除了第三局被对手翻盘之外 其余三局都在斯坎迪奇女牌掌控之中 朱婷在本场比赛的发挥可圈可点 一传 进攻 篮网 都给球队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 经过四局激战 斯坎迪奇以3-1强势获胜 收获本赛季的六连胜 球队的接应安特罗波瓦 斩获25分 荣英单场MVP 双主朱婷和贺博茨同夺15分 复攻华盛顿拿下10分 复攻阿尔贝蒂赢得7分 库内奥的接应阿德·鲁西 同获25分与安特罗波瓦 并列本场得分王 主攻安娜 哈克 瑞典得到13分 恭喜朱婷 期待她下场比赛 为球迷带来更精彩的发挥 更ений 您好 坏